那昨天中華隊的團隊三分球是29頭7中 兩場四個三分 哇 這邊讓六號的白啟男找到得分的機會 現在要加強的就是防守 因為目前 哇第四波 連續四個投籃全部都命中啊 真的是靠團隊的 拼口金子 哇這個小打大 一個後仰跳投 白啟男沒有投進 籃板球這裡 哇 籃下 齊田五一得分 長期方這防守 也很黏 高調 而且拿到之後轉身籃下的插板 小靈這球若邊過來的時間點稍微慢 齊田五一 我這個 香味 他們是 真的有那個 衣服上的這種芳香技 或是 群在一起在練球的時候呢 我們坐在旁邊場邊這邊 轉播啊 準備的時候 其實現在好像就是 那味道真的是不問他們的球隊的人員 管理 OK 因為他們這支球隊職業隊了 母公司是 美妝產品 OK 我們在打擋拆 我們很希望 像我們的結果都是一樣 可能要送到剛剛那個位置去 但我們的球員就會在 持球的這一拍 第一拍過了就想要送 但你看日韓不管是怎麼樣 他們就是 其實政策在 現在各國都找規劃 對 這已經是標配了吧 這個籃板球力還不錯 嗯哼 身高176公分 是去年日本隊世錦賽的國手 聯賽當中繳出了12.8分 5.7個籃板的平均 另外是兩頭兩中 衝下8分 清田愛奈傳出來知名 應該說是幾天五一的3分 其實剛剛傳到左側的時候 今天中華隊陷入到苦戰 所以外圍的空檔 教練 帶著民族時鐘的一起來看球 助理教練就 助理教練 我說總教練啊 秀免傑 秀免傑 總教練 秀免傑 往中間掉 秀免傑 從移之後 哇 秀免好像在下半場變了個人 對 進攻慾望是增加了 對 再來一個 就來了 哇 可能他覺得他自己手感也好啊 這邊 找到別人的原住 這可惡啊 膚色不一樣 就沒有辦法 劉希葉的處理球